风云无忌的眉头微皱 乌忌的反应大出他的意料 但风云无忌还保持着平静 刀玉御主刀神曾答应过我一个要求 他告诉我从长老这里可以问到神魔战场的所在 情书老夫不知道见地见谅 乌忌说罢向那青石祭台边缘走去 身上渐渐燃起了一团绿燕 身形越来越模糊 就在他快要消失的时候 风云无忌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 我在物质卫面见到了一名神级高手 他叫太极道人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曾指点我来找长老 什么 你说谁 乌忌长老的声音突然从风云无忌的身后传来 风云无忌微微皱眉 乌忌长老出现在他身后 神石居然没有捕捉到 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由身前出现在身后的 太极道人 身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声 哎 是他 他 已经死了 风云无忌点点头 一甩袖 转过身来 面对着乌忌 也是常常吸了一口气 目中 有些湿润 是的 死了 乌忌长老周巴巴的脸上露出落寞的神色 一双满是沧桑的眼睛中露出回忆的神色 此事陷入了往事之中 梁九 乌忌叹息一声说道 见地莫怪 这神魔战场实在是关系到我乌族一个重大的秘密 本来 以你与我族相获情缘 我应该告诉你 但是 神魔战场 即便是我 也从没有进过那里 至于你 更加是不可能 完全也不可能吗 风云无忌认真道 乌忌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抬起头 盯着风云无忌道 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是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 风云无忌沉吟片刻 带人道出了真相 我若是不到那里去 只怕必死无疑 乌忌神色一阵 脱口道 怎么可能 我身怀九转生死玄公 眼下 我已经无法再抑制住了 太极道人虽然传我太极之道 但太极之道 太过浩瀚 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雾透 而眼下 我最缺的便是时间了 让我看看 乌忌盯着风云无忌 一双眼睛突然变得成淡绿半透明的颜色 一种古怪的能量 从乌忌的眼中透出 在这种目光的打亮下 风云无忌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赤裸裸的 暴露在乌忌的眼光下 几乎是下意识的 风云无忌的体内 意念剑体大法自动运转 一阵剑鸣之声发出 乌忌长老浑身一震 不可思议的看着风云无忌脱口道 你居然可以阻挡我的灵魂之眼 什么是灵魂之眼 风云无忌道 嗯 这是我乌族特有的一种能力 乌忌长老避而不提 眼中变幻 眨眼间 眼瞳中呈现正常的黑色 乌忌长老叹息一声 哎 你的情况比你所说的还要糟糕 恐怕最迟明天 你就将进入九准生死玄宫的第六层了 太极道人的平衡之道 能让你拖到现在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当你进入第六转 生死之气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 你入神之际 也是你将死之时 乌忌抬头看着风云无忌 肃然道 风云无忌抬头看着天空 目光露出迷茫的神色 喃喃道 能活到现在 对于以前的我来说 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气得 以前还是一名普通舞者时 时常听到一句名话 人生如白居过西 谈之百年 相比于普通未面的那些人 我们已经活得太久太久了 这事我还有些梦想没有实现 还有一些诺言没有完成 就这样死去 我心有不甘哪 是啊 巫族虽然只有数千人 却依然顽强地存了下来 一切 只为了我们身负的那个使命 巫既感慨道 沉默半晒 巫既盯着风云无忌道 或许 我能帮你 巫既宽大的黑色袍子一挥 口中发出低沉的吟唱声 空间震荡着 青石祭坛四周 账物渐渐散去 一阵风吹过 在那飘渺的雾气中 风云无忌看到了一座巨大 壮观的 无以形容的黑色石门 跟我来 无忌黑豹一展 从青石祭坛上扶摇而下 身后风云无忌紧随而来 风云无忌站在这巨大的石门底下 顿时感觉到一种渺小的感觉 仰头向上看去 这块巨大的刻满乌族符纹的黑色大门 顶端直入云层 上方隐隐有云 从风云无忌的这个位置 向两侧望去 每侧都扩展有数个 整个厚重的黑色石门 给人一种古老而沧桑的感觉 仿如从宇宙初开之时 便存在于这片大地上 守护着这片土地 那种恢弘的包容一切的气势 让所有人都不禁产生了一种渺小的感觉 那古老沧桑的气息 让风云无忌从心中发出了一阵悸动 一种共鸣的悸动 无忌站在离风云无忌不远处 正对着大门 在他身前 有一个巨大的怪兽骷髅头 骷髅头的眼眶之中 不断地喷吐着红雾 怪兽头颅两侧 有无数狭长的肋骨向上延伸 肋内刻满了墨绿色的符纹 整个雕塑透露着古怪的气息 风云无忌不禁想起之前的情形 如此巨大的建筑 当自己站在青石祭坛之上时 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按道理 即使是离得很远 如此庞大的建筑 也不可能看不到呀 巫族果然诡异呀 风云无忌心中想到 一侧 巫族大长老在那怪兽头骨下 盘膝坐下 垂头闭目 一阵苍茫的声音 从巫既颤动的嘴唇中发出 开始的时候还微不可闻 渐渐 每一个字吐出都大声一分 到最后 随着巫既的声音 整个天地 都在这片阴阳顿挫的音符中 颤动起来 从巫既消瘦的身体各个部位 无数细小的墨绿符纹跳动着 飞快地涌入身前的怪兽头骨之中 轰隆隆隆隆隆隆隆 巨大的石门门凤出 发出了阵阵轰轰巨响 那巨兽头骨的嘴中 突然喷出了一阵绿雾 将乌迹全身笼罩 风云无际突然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 那盘坐于地的乌迹 似乎与这石门 或者准确地说 是石门中的某些东西产生了联系 与那石门融为了一体 这种感觉很古怪 虚空中 突然传来两道低沉细不可变的声音 就像是两个人正在窃窃私语 那种语言是风云无际从没听过的 忽高忽低 其中有一道声音 风云无际听出乃是乌迹的声音 乌迹似乎对另一个声音非常敬畏 一直以一种卑微的语气 和另一个声音交谈 虽然无际不知道 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 但风云无际看得出来 另一个声音似乎显得非常震怒 接着 又是另外几道截然不同的声音插入 都是加入到这场讨论之中 乌迹的声音显得越发的恭敬与谦卑了 声音又快又急 似乎是在向另外几个人解释什么 但另几道苍老的声音 依然十分愤怒 朦胧之中 乌迹突然吐出几个声音极大的音符 随后一切声音便消失了 四周一阵寂静 只有那怪兽头颅 喷涂火雾的声音 风云无际大旗 不知乌迹到底在和那几个声音交流什么 刚刚又说了什么 此刻的乌迹嘴里说出的语言 绝非整个太古大陆 人人熟知的语言 风云无际估计 应该是乌族高层使用的语言 两久的沉寂之后 终于从石门内传出另一个洪亮的声音 风云无际依然无法听懂 但显然乌迹听懂了 皱巴巴的脸皮舒展开来露出了一丝微笑 轰隆隆隆 能露出一线缝隙的石门渐渐合避起来 而乌迹也在同时站了起来 转过身看着风云无际道 我刚刚询问过几位乌族 他们同意了 风云无际大喜道 多谢长老 乌迹文言脸色却变得严肃起来 见地 虽然我答应让你去神魔战场 但是这一切都得看你自己的造化 神魔战场 我不可能陪你一起去 一切小心 风云无际对着乌迹 微微攻了一身 淡然道 长老放心 以乌迹现在的实力 便是去魔戒也不怕什么 乌迹摇摇头 你还是误会了 神魔战场不是魔戒 魔戒也没有那里的万分之一可怕 我不知道当初玄玄大帝 为什么会死在那里 连九命战甲也被遗落在那里 但是 如果你真要去找九命战甲的话 你要做好准备了 死的准备 长老可否明说 风云无际也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认真道 神魔战场 我也没去过 但我乌族内部 一直传说着 神魔战场 九死无生 若非实力达到乌族的地步 所有乌族人 都不敢踏足那里 那里是一片混乱的地方 诸神的坟墓 风云无际浑身一阵 看着乌既 诸神的坟墓 这是我乌族内部相传的传言 具体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进去吧 乌既道 进去 神魔战场 在哪儿 乌既长老转过身来 面对那道巨大的石门 淡然道 这里 便是神魔战场的大门 轰隆 一道缝隙 从那怪兽 头颅额中 出现了 一路向下延伸 两侧的怪兽肋骨 突然向两侧发动 一阵轰隆的声响中 怪兽头颅 向两侧拉开 在中间 现出一个 一人高的人形洞穴 洞穴内 一片红雾 隐隐有火光透出 不知有多深 风云无际站在那洞穴口 身体突然光芒大盛 一个光芒万丈的人形 从风云无际的体内走出 沿着那一人高的洞穴 乌记眼中掠过一抹惊色 伸手道 没用打 要想穿过空间缝隙 进入神魔战场 只有肉身穿越 果然 乌记的话刚落 那光芒万丈的剑形人影 突然一顿 似是撞上了什么东西 接着 在那道通道两侧 涌出了一片绿光 绿光结成魔状 上面爬满了墨绿的巫族皱纹 一股强大的力量蹦出 剑形人影 整个被一股极大的力量 从洞内弹出 风云无际整个人弹起 身在空中 便与那剑形人影撞在一起 二人合而为一 漫天光滑消散 明白了 风云无际默然道 随后大踏步 向那弥漫着火雾的人形洞穴走去 这次 果然没有说到阻拦 风云无际脚下一点 向着洞穴的深处掠去 身后传来石块滑动的声音 乌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一切切记小心 再小心 那里充满了危机 一切不可以常理测渡 他 一只脚从虚空之中伸出 踏在黑色的地面上 接着是腰部 全身露了出来 风云无际站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 身后一圈涟漪泛起 最后一点红雾喷出 人形的通道彻底的消失了 这里便是神魔战场吗 风云无际喃喃道 一阵近风从侧方刮过 将他一身衣袍掀起 烈烈作响 满头黑发也纷乱地飞舞起来 抬头看天 天空没有一片乌云 只有一片混沌 天地与地面 在这里似是合为一体 无法分清哪是天哪是地 天地间昏暗不明 这种情况似乎保留了 很长很久的时间 天地间一声声怪笑传来 声音变换不定 无法查知声音传来的方向 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 风云无际寻身望去 在脚下不远的地面处 发现一半没入泥土的 一幅巨大的白森森的骨架 一节布满裂痕的肋骨 掉落在 临那骨架不远的地面上 风云无际转过头来 一步踏出 已然福布虚空 站在空中 向四周望去 天地间弥漫着浓浓的雾气 天地间一片平淡 没有一丝人类的气息与痕迹 下意识的 风云无际将神石发散出去 试图查看一下整个神魔战场的地形 但很快 一种古怪的感觉传来 神石似乎遇到了一层层空间壁垒 无法再往前延伸 各个方向神石 遇到阻碍的距离都不太一样 风云无际眉头深深皱了起来 突然之间 身后传来了一声轰隆的巨响 风云无际四缓十块地转过身来 只见数百丈外 一道由尘土形成的 数千丈高的陈墙 正向这边掀来 那陈浪掀起老高老高 向着风云无际的方向 一层层黑泥被急速地掀起 蔓延的速度非常惊人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张狂的笑声 声音在天地间回答 向着四周滚滚而去 风云无际神石扫了一圈 在那生石害人的沉暴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 正准备撤回 突然之间脑海一疼 那伸出去的神石便消失殆尽 恍如被什么东西吞吃了一般 哈哈哈哈 狂笑声迅速接近 那陈浪似乎发现了风云无际 以原本数百倍的速度脊椎而来 风云无际一脸冰冷 静静地站立在虚空之中 便在那陈暴掀起的数千丈泥墙 距离自己还有五十余丈时 绣袍突然摆动 修长的右手从绣袍底伸出 五指微张 一声剑银传来 第五剑胆已然出现在手中 一片耀目的光滑 从风云无际掌心蹦出 第五剑胆在掌心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随后风云无际便是一剑斩出 数以百计的剑气 以风云无际为中心 向着陈暴掀起的泥墙浮射而去 每道剑气都恍如一柄千丈席剑 夹着无上威势 从云天之上直直披响 有如切道夫一般 数千丈的陈暴 被那磅礴的剑气 硬生生切成了数百分 轰隆一声 暴散开来 满天黑泥夹带着斧叶 纷纷扬扬地落下 轰 一股巨大的无劈力量 突然轰在了风云无际的身上 强大的力量 把风云无际犹如一发炮弹般 远远地轰了出去 砰砰砰砰 一阵阵巨大的脚步声 朝着风云无际衰落的地方追寻 松软的黑泥上 出现一条深深的巨大足迹 却见不到一个人影 轰 又是一股巨大的无形力道 重重地轰在风云无际的胸膛上 风云无际闷哼一声 再次被重重地摔出 轰隆隆 又是一阵巨大的脚步声 快速地向着风云无际坠落的方向追去 突然之间 只见风云无际在空中一折 稳稳地落在空中 额前头发自动向脑后飘散 长发下一双眼睛闭上 眼瞼颤动了一会儿 猛人张开 只见风云无际左眼中 一片银白 优优独播剧行为